請問一下,大概有多久沒有跟媒體碰面? 我2016單飛之後,就一直沒有跟媒體碰面 六年都要在忙什麼? 都是在忙一些公益演唱會 我單飛之後出了一張興奮賣單 就是愛要吉時,這幾張專輯 我聽過了 聽過了 我也是在做公益 現在我在那個 你在淡水做公益 你的技巧看老人 看老人 其實不好意思,聽我們知道以前 三國二人在台灣跟中國都很廣 你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 在中國工作 我是2002年出道 今年剛好20週年 推出第一張專輯 就是在回答車上 那個時候是跟品輝大哥 來幫我們跨道 就是有傳承的意味 是我們古鄉火車搬遷的主題曲 出道到第八章的時候 有張專輯叫做《永遠的朋友》 那在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有放一首是我師姐 蔡秋鳳所唱的《賀水我問你》 對,《賀水我問你》 我們第一版的男生版 就是我們韓國兩人所唱 那我們再唱一個國語版 叫做《在心裡從此永遠有根》 叫這首歌在中國大陸 來電達靈 參聯好幾個月的冠軍 到沒中幾次 還沒人就拍這首歌的紀錄 這樣還不錯啊 那本身我們的閩南語歌 在福建也很好 對,那在心裡從此永遠有根 這首歌是在整個中國大陸 到目前成績都還沒有人可以播 為什麼這六年比較少說 其實我很少在上電視 所以我2016年那張專輯 我唯一只上一個電視 就是諸葛亮、諸大哥的節目 那上完我就大部分都是在幕後 在做公益的演唱會 對,2016到現在 今年是2022年 這六年當中 我這一場是第六場公益演唱會 你有做其他工作嗎? 其他工作就是 平常就是跑跑晚會 做做秀這樣子 對,那到新加坡 對 那本來是第二張專輯 在兩年前要發 那剛好碰到疫情 現在整個都錄好了 對,那現在就暫緩 暫緩 所以你還是有跑活動 只是沒有出來 對,有跑活動 有跑活動 就是晚會啊 這兩年疫情變小 會不會 熟悉跟什麼影響到? 去年影響是最大 我記得我去年本來 5月15號要上一個通告 那電視台就打來說 剛好疫情 那我記得很深刻 我從5月14號 一直休息到10月的2號 你跟我一樣 短短 這當中 就是到了8、9月 因為不曉得 現在整個疫情會什麼狀況 就感覺 好像有點恐慌 會憂鬱 那還好10月2號之後 活動就一直進來 對,就是在過年那一波 有搶一些活動 那一直到今年 這六、七月又比較不穩定 那現在 現在又慢慢 活動又開始慢慢多了 對 欸,之前有什麼存款還是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什麼存款 那半年怎麼辦 那半年 所以就很恐慌 我一直到8月 我就完蛋了 我下個月 我下個月的貸款 貸不出來了 那還好就是 有些好朋友啊 家人啊 會幫忙我們一下 對對對 有點好奇 那時候 就是單飛 那麼多單飛的月 就是 合約到了 合約到了 對 201 2015年合約到了 我們想過說 可以重新在一起 合作 或者 對啊 在合體啊 我是很想啦 可是 因為 我以前的另外一半 他現在 在高雄 他家裡的辦公室也做得很好 這樣喔 對對對 其實說這間 手瓜真的是 有一餐沒有一餐 很辛苦 對 對 你比我更好 不會啦 你也很好 麻煩就好 快樂 那品輝哥 可以說像 為什麼當時要幫助風偉姐 當年 他還是新人的時候 你說我們來找你唱的 還是什麼 那時候是 因為 阿姐在找我 他說 有想要唱的 我跟我說 載到來車站 他說 傳承 他想來想去 那時候要找你秉飛 比較好 那時候他沒去就沒了 我說 好啦 我就說OK 其實喔 當初的靈感就是 因為我們也是兩個男生的團體 秉飛哥哥跟金門王很紅 可是那個時候金門王 到突然離開了 對 火車是一個傳承 那我們就想說 秉飛哥哥一個人 我覺得也很寂寞 就邀請你來加入我們 那剛好秉飛哥哥就是 他是前輩 帶著當初兩個新人 一起上公告 我跟他說 等一下啦 我都要讓你帶你講的 沒有 你是前輩 沒有啦 你真誇張 你真誇張 我說 當初如果沒有你帶著我們 就沒有今天了 今天我們坐在這裡 你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說 我真誇張 沒有啦 你不知道你真誇張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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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那流浪盜彈水 紅到這樣 很紅 那那金門這麼沒力 比我們做比較高 是 所以我們這平面的媒體啊 還有電視啊 還有那個報紙啊 還有那個報紙啊 還有那個網路啊 給我們做網路啊 嗯 感謝啦 我們現在忙什麼 所以 我現在就是在做街頭營嘛 就是啊 也是不一定 人現在有 在這個 在這個 淡水做街頭營 嗯 還是我們現在有 疫情的關係嘛 對 所以我們把疫情趕走 叫他參加 現在上次有被影響到嗎 有 沒有 就沒有啊 現在每個禮拜下 在表演大概會幾天 那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就是禮拜二到禮拜三 對 早上的 什麼九點到十二的 那不一定啊 這淡水 淡水 淡水 那個菜七的叫什麼名字啊 那個 那個永樂市場 淡水永樂市場 欸欸欸欸 我看那 就在那邊想的 跟朋友開場了 整個歡喜 這樣快樂就好了 人生喔 要想更快 那這樣一天 有沒有最高 可以拿到多少賞 搭桑 搭桑 那怎麼不一定 這個很難說的 因為這個 有時候 你若不一定 就不會 我們也不可以 跟人家說 人家就好了 你說十塊五塊有啊 有 人家都嘛 人家買菜了 通通 跟人家中給你擋 那也說 要怎麼擋我們了 所以沒有關係啊 已經保持快樂了 你身體都還好嗎 欸 中風啊 對 因為 人家喔 昨天問你要吃飯 你不能再說 要吃那種中風肉 他以前叫嫂子問他要吃什麼 他就說中風肉 你看 真的 真的是那個 哇 就說慣勞 還好 沒關係 你身體 中風 中風 因為跟我現在 呃 還有中風 所以他走路比較慢一點 所以他走路比較慢一點 你應該拍誰啦 什麼時候的事 什麼時候的事 喔那個 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 喔到現在都還 十六年 中風的時候 我在那裡叫父母 他幫我洗腳啦 然後 帶我到醫院護士 所以我要給他 今天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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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沒有吵架了吧 靠牙 沒有啦 七夕情人節 不是說話幾乎 啊 七夕情人節的 怎麼說話幾乎 我們都在裡面啊 我們 什麼叫 其實我們台灣齁 七夕不能叫情人節啦 為什麼講什麼 牛腦跟情人 一年才建立西途的 那時候就行 那不像 你如果再三、四、四 那時候就情人節了 那時候 七夕又情人節 你們家人這樣 好比好嗎 好比好嗎 好比 有你說的都有理由 沒有啦 這名字啊 你們就要來找那個 有啊 我十月八號 也是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 要跟我們講一下 這次演唱會的 一些相關 分享信息 演唱會的 其實 我個人的個性會比較 要求比較完美 其實我過去前五場 我每一場都是虧錢的 比如說 我的團隊會編一個服裝費 比如說十萬塊 那我可能都花到六、七十萬 你 你 對 我在 單飛之後我在舞台上的風格 我 就是會比較偏華麗 因為我會覺得說 舞台上 像我出場 我都一定會有十二個Dancer 那我的燈光音響 我都會做很大的要求 我都想說 大家來看我們表演 小孩的時候 爸爸慢慢都會帶他去秀場 那看他秀場就是很華麗啊 那我就會 印象當中 就是覺得說 在舞台上就是華麗才會好看 所以我的 我在節目的硬體啊 視窗各方面啊 都會比一般人高很多 那如果沒有交給我那種 就自己貸款 哈哈 我給你用救啊 現在是貸款多少 要扮演你 我現在目前 我的貸款算一算大概還有五百多萬 還有五百多萬 對 那我這一場 其實因為是公益會把節目壓縮 我這一場的製作成本大概要 差不多五六百 差不多要五六百 在中興大學 可是預算大概才三百而已 那我還在想辦法補這個 後面這個三百 差不多要兩三百 用房子去帶嗎 用房子 對 現在住的 現在自己住的 對 希望這場 希望與愛 的演唱會呢 大家在十月八號 都能夠來到台中 中興大學惠順堂 節目很精彩 保證不會讓大家覺得失望 一開場 那個雷射跟燈光的變化 全部都是由國外引進 進來的 節目很華麗 很好看 現在代表會覺得經濟壓力 會不會就是蠻重的 很重啊 很重啊 就還好我覺得就是 很多 很多就是做晚會的業主都還蠻照顧我的 就是我們其實現在最大的收入就是做廟會啦 那個結婚的啦 跨年晚會啦 地方性的一些活動啦 對 主要是最大的收入 那我一個月如果有能夠接個五六場 可能就可以加倍這個月的開銷跟貸款 你的貸款要繳多少 我一個月大概要繳四萬多塊 四萬多塊 對 壓力滿滿 不凡生活費 不凡生活費啊 對還要開車還要吃啊 對就要四萬多塊 對就要四萬多塊 這時候要很貴 這時候真的很貴 吃貨是有想開餐的地方嗎 欸開餐 其實做吃的是我最大的夢想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每天起床 我們家的廚房 以前經濟後 我家廚房每天起床就是 冷貨啦 麻啦 酒班啦 啊 壁啦 因為我爸爸壁 因為我爸爸是很傳統 他從日本學回來 中破篩 他的手法很好 我們孩子每天起床就是 都看到那些壁啦 紙罵啦 麻啦 酒班啦 蝦仔啦 都是外條條 以前差不多每天都在辦桌 以前辦桌 我就說 我們都做小工嘛 我孩子就是出去 主要就是到帕一堂啦 重點我就說 要看空的暗黑 我都會跟我們爸爸媽媽說 欸 走你出去 因為小時候我們 以前那些年代 在北部在辦桌 包括還會 康樂晚會 我爸爸也會幫忙 叫一些藝人啊 舞台啊 以前的那個生態是這樣子 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我們爸爸媽媽說 欸 晚上啊 有看到晚上會嗎 他說有 那如果有的話 我就會跟出去 那我都是 其實我出去都不是在幫忙 我都是 節目一開始我就會坐在最前面 看舞台上很多 大哥哥大姐姐 那你都請到就光鮮亮麗 小時候就因為這個環境的關係 造成我喜歡唱歌 那開店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做火鍋 因為我覺得火鍋在台灣 對我來講是最方便的 下去又有冷氣可以吹 又有湯可以喝 有很多菜可以煮 就是一次都完成 一個人是火鍋是最方便 所以我很想開一個就是火鍋店 那開在哪裡 呃 台北因為就是整個租金太貴了 那我現在是住在台中 我可能會開在台中 你又花多少錢啊 在台中開一個 其實 呃 我預計店租大概差不多 八萬塊吧 那如果整個火鍋 裝潢 還有身材器具 大概要兩百萬 兩百萬 那還要再多嗎 對 到時候就看能不能找到sponsor 還是找好朋友一起來投資 連這次演唱會有一系列的自信 飛魚青的歌曲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因為小時候媽媽最喜歡 最喜歡就是飛魚青 那我這次有挑了一些 啊 他早期唱了一些比較經典的老歌 不是說啊 比如說心上人啊 還有在你左右啊 雪山人啊 我會挑這些大家比較少聽到他在唱的歌曲 像心上人就是 啊 心上人 你為何遠得好 向雲中遠 變變行 不曉得這首歌大家有沒有聽過 不是高大哥那首 我的心上人 不是啊 不一樣 這好像原住民的歌啦 對 不是 是原住民的歌啦 對 這 他爺爺以後就是原住民 是啊 對 像很久沒在媒體的時候 露面啊 有感覺世界跟電話 方便跟我們分享嗎 我啊 我覺得應該是跟星座有關係啊 對 因為我是射手座 愛好自由 那到現在還是單身 因為我的習慣 像以前我們兩個男生出去表演 那如果公司沒有給我們一人一間的話 我就會從晚上看到到天料都沒有睡 哈哈哈哈 我是生活 我是睡覺是旁邊不能有的 有的我就很難入眠 家人會結婚嗎 啊 因為爸爸媽媽現在不在 對 那以前 爸爸 爸爸比較不敢對我講 爸爸都會跟媽媽講 那媽媽跟我講 我就會 啊 就 就今天把話題扯開 哈哈 那媽媽現在也離開我 啊 七年了 七年 我單輩的前一年 她 媽媽離開 那你單身多久 啊 你有上過單身 單身多久啊 啊 就一直都是單身 哈哈哈哈 哪有單身嗎 哈哈 當然 以前年輕的時候 啊 都就是都有交過女朋友 我就知道啊 可是 就是 啊 我的個性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啊 我有很多很好的 的 女朋友啊 他們都會打電話跟我聊天 有時候一聊就聊一個多小時 那 我是很能跟 很能 很能聽朋友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都很能能夠聽朋友 倒垃圾給我 那往往因為是這樣的個性 就 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那對方女生就覺得說 欸 她跟我有意思 對 我會說要幫他介紹一下 要幫忙介紹一下 要幫忙介紹一下 介紹 介紹女朋友 介紹 對啊 我 平衛哥自己用都不夠了 不知道 你們介紹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這麼笨 你自己用都不夠了 你自己用都不夠了 我真的超乖 那現在沒有人催你的 你有沒有 現在沒有了 因為爸媽都不在 對 啊 我想說應該就 一個人比較自由 一個人比較自由 自由就是美的 好 平衛哥名言 自由就是美 自由就是美 你不要跟我講 今天又學到一句 以前是 夾扣動作夾扣 夾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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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會接嗎 對喔 你給我外作用 因為我都會接 嘿嘿嘿嘿 對阿 跟他講 不然我會給他買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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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們自己來 謝謝大家 感謝你們打新武 謝謝 謝謝 有沒有看疫苗都打好 啊 疫苗都打好 因為我打第四季 然後打第四季 喔 你打第四季,我才打三季而已 三季可以啊,十一打三季也可以啊 這是有廣告,零食物的廣告啊 我已經打了三季了,你們趕快打得給你 你不是四季嗎?又變三季 我剛剛四季打過了 四季打過了 好,謝謝大家